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晚的嘉宾主持梁宇童 首先多谢昨天打电话进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页上留言的网友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如何帮助视障人士融入社会的问题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我们的电话是278-9192-278-9192 或者大家也可以登入莲花卫视的网站 与大家互相交流意见 另外如果大家登入我们的网站 就会看到我们开通了一个新的版面 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可以重温我们过往所做过的一些节目 在右下角视像重温的这个位置 如果点击这里就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 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留言 甚至乎参与我们的视频 或者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消息 值得我们报道和讨论的话 也可以登入这个消息爆料 这里是说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给我们听 那我们在正式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社会工作委员会将在短期内设立专责小组 进一步跟进社工注册制度的法律草案修订工作 社工局期望专责小组可以建立符合本劳实际条件 兼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社工注册制度 社工局局长容刚耀 在回复议员吴角昌书面质询时表示 社工专业持份者在修订文本中参与成为不可或决的重要关键元素 镜湖慈善会在去年已向特区政府提出 希望在短期开设户老安老远提供1,000至1,500个床位 镜湖慈善会理事长冯志强表示 短期和澳门只是一水之隔 预料未来会实现24小时通关 相信是短期开设服务可舒缓澳门的需求压力 公务局局长贾利安在回复议员陈明金书院质询时表示 自2008年公务局优化审批程序后 审批的速度由实施的初期大幅缩短 进展至目前趋向稳定 贾利安又表示 现时部分入职因专业计划设计质量 为留文件或对法律不理解遇到弹跡或博审的情况 局方将推出指引 让专业计划编制人关注 治安警到右汉区宣传防盗 治安警公共关係处司长黄文昭表示 近年本地及邻近地区都有贾人以作祥方式进入店铺爆洩 尤其在春节前后 他提醒售买高价货品的商店注意 提高警觉有需要立即联络警方 治安警亦呼吁居民注意防盗 在排队购物及搭巴士时特别注意 在春节期间外游亦要做好家居防盗 以免造成财物损失 回到节目的现场 大家收听年花卫视现场直播的互动节目 澳门开港 今晚谈的是如何帮助视障人士融入社会的问题 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年开始在澳门生效 终止促进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士能够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今天想谈谈 公约在澳门生效四年以来 澳门的无障碍设施、特殊教育 以及保障所有残疾人士享有平等机会等等方面的成绩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 今天我们将会針对视障人士面对的情况进行探讨 先来看看网上的一些留言 有位残障人士的朋友说 残障人士已经很惨 但我们很有钱的政府少少都没有照顾到他们这班弱势社群 一味只顾派钱 整间大学用百亿 给少少出来照顾残障人士 会有多少人受惠 是否弱势社群 澳门人不值得尊重 另外一位网友说 澳门的巴士有助残障人士出行的设施 你现在见不见到地台很高 司机大佬还饿过黑社会 这位网友认为 不遇见你都偷笑 还想着靠这些人去帮残障人士上车 他就说如果你放下几个水 可能司机大佬会理会你 视障人士呢 他就说建议 视障人士有保镖才出街 不然巴士会伤害你们 讲笑 我这位朋友 另外麦当当认为 澳门政府向来做事都是做些不做些 澳门全年365天 每天都是这样整路 又挖又挖都不明白 顺手做少少设施 是否真的那么难 明显是不想做 就不是做不到 另外澳门市民就说 我们亲爱的政府觉得派钱是万能的 派完就心安理得 什么都做得 亦都有网友认为 现在的政府真的除了派钱之外 真的什么都不懂做 很多药细社群 其实更加需要人性化的对待 培养更多的专业社工和心理医生 好像是更加实际 钱虽然可以做多很多事 但是有些真的做不到 譬如人的尊严 钱就不可以 即是不可以用钱来衡量 网上的回应很踴躍 另外也有网友认为 政府都是人傻钱多 他也是反对巴士加价 另外有网友说 医疗、伤病、社会福利都很难有钱贪 所以很难做得好 想和现场两位嘉宾聊一下 首先是张先生 张先生本身是在澳门出生的 你25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 在三藩市的独立生活资源中心工作 帮助当地的残像人士 认识自己的权利 想问一下张先生 你在美国协助 当地的视像人士的经验丰富 你认为普遍社区如何去看 或者认识视像人士 在美国的社会和澳门的社会 有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分别很大的 分别大到 中国人会觉得 看不到 是一个上一代 有做了什么 不知道什么 古灵精怪 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 搞到我儿子 或者女儿 或者家里某个人 会变成看不到东西 好像一种 叫做遗憾 但是在西人的角度来说 他们对一个看不到东西的人 其实他们不会觉得是遗憾 他们会觉得需要都是人 都是要面对社会 都是要生活 都是要接受教育 都是要出来做事 都是要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问题就是 他读书或者做事的时候 这个过程 可能和看到东西的人 是有些分别 例如 一个看不到东西的人 用电脑的时候 电脑会发声 会说话 普通人来说 用电脑的时候 是用眼睛 来看电脑的视频 看不到东西的人 就会用耳朵来听电脑说什么 其实 都是差不多 可以说的 尤其是现在科技来说 对视像人士来说 是帮到很多 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 等于我大概是二十一年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 已经开始用电脑 当时的电脑在美国已经会说话 还有用放大机 因为我又不是完全看不到 我还看到一些 他就会用一些仪器 将一些书或者一些纸 放大上一个螢光幕 拿来看 你才是说二十多年前 已经做到这样 有 还有应用探索 探索一些文件 一些书来读 因为英文没有问题 只探索 九十多个百分比就能读到 探索了之后 就听电脑读回来 给我听一些书 所以问题也不是太大 但是 譬如普遍社会 对视像人士的认识 认识来说 认识来说很普通 普通的意思是 好像没有东西 等于很简单 用的方法可能不一样 不会觉得是一个古怪 也不会觉得是一个可怜 也不会 那澳門呢 你认为 你都回来几年了 我回来五年了 我会觉得 完全跟西方社会是不同的价值观 完全是两回事 甚至很简单 我做一个譬如 好像我去年 我回到美国玩 在迪士尼 我问一个工作人员 她是一个推着垃圾桶的 年轻的女性 我问她某一个地方在哪里 她很自然 把手搓给我抓住她 手搓 这些人就会 她抓住我的手搓 拖着我这样走 在美国那些 一个很普通的人 他会知道 你看不到啊 我帮你啊 你想我带你去哪里 立刻就被手搓 我被手搓 我抓住 一个正确的方法 就是被手搓 被一个视像者抓住 但反过去澳門的人 就算我发觉到 做一些复康机构的人 都不懂的 就只是拖着视像人士的手搓 反过去 好像看似是一个视像者 带一个看到东西的人走路 明白 很好的 或者我们也给药希谈谈她的亲身的经历 药希 你本身在澳門读书 我也知道你之前是曾经去过 美国逗留了一段短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亲身经历 在美国和澳门 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我觉得在美国 我们去过一些区理机构 我们一进去 我也接受过一些服务 他第一眼看见我应该是视像 然后他说 你有没有其他身体的障碍 好像是听障、智障 或者其他那些 然后我说没有 然后我说原来是这样 你应该都没有需要其他特别的服务 然后他会跟我去说 跟我去谈 现在我目前正在面对的状况 而且他也会说 你有些东西可以转 到你去不同的其他机构 去接受到一些不同的服务 你也会说你读书会需要什么附具 其实他们提供的服务 主要是协助你去读书方面 在你上次的经验方面 其实不是的 他是放在你整个人生活的东西 不是说读书 因为我是要读书的 他就会着重说读书 如果我是要工作的 他就会着重说就业 明白 主要的分别在这里 那是澳门呢 但我去澳门 我就觉得很古怪 怎样古怪呢 我和我爸爸去教清局 我当时在家病了几年 没有停了学几年 他叫我们接受评估 他的评估问问题 我觉得是很古怪 他问你懂不懂数钱 我爸爸说 我女儿看不到是不懂数钱 他懂不懂自己出街 我爸爸说 我女儿看不到是不懂 你懂不懂自己出街 即是很视乎外面的配套 好像是C 才能够足够令到市长人士 可以单独出街 不是 他就问你女儿 懂不懂自己穿衣服 我爸爸说 我女儿本身懂得穿衣服 店会无端端问她是否懂得穿衣服 另外再做一些评估 有几张椅放在面前 有个人叫我 你跑过去 你要繞过椅子 不要被你撞到自己 我看不到 我怎样跑过去 我覺得他們會拿到其他殘障或雜不能混合的東西 去做這個評估就是等於我的評估 但不是專門做視像的評估 明白,很好,待會回來再談 因為我們在線有位朱先生等了很久 朱先生你好 你好 朱先生你好 是否關於視像人士的問題想說 請說 因為我覺得澳門那些路都有鋪了一些盲人指示 有些直路有些圈圈等等 是,到盲線你是想知道 是,但就是不完善的 很多是錯誤的 即是我去過日本 那些盲人、智障人士 他可以去買菜 可以回家 是沒有問題的 澳門以前的盲人 沒有那麼多車 沒有那麼多東西 現在呢 你叫他一個人出去 他不能回家 不是,因為實際上市民的配套是非常不足 所以不能夠 不是不足 要是就不要弄 他在斑馬線口 就弄幾顆圓圈 圓圈 我知道是直至有劇級和過馬路 是 直線那些是沒有的 那你為什麼要弄一些圓圈在這裡 盲人沒有理由 這麼巧又就在圓圈 你整條路一弄就是弄 要是不弄就不要弄 而且有些盲人是 是將視障人士 引去一些可能 譬如儲位 甚至乎 你引不露不了 畫織那個 你叫他 封了他的眼 在他家裡 兩條街 給他一些時跡 你回家 看著他 他回不了家 是 因為他自己畫出來 他自己都 都不… 他沒有仔細考慮過 視障人士的需要 不是仔細 就是整個馬路要整 哦 好像日本那樣 是 現在你叫一些盲人出街 怎麼出 真是蛇改這些東西 是吧 我在那附近 你給高偉樂 你看看 是啊 那裡有兩個圓圈 是過馬路的 過完就沒有了 又有鐵鏈 又有鐵柱 跟著就移到那些 那些圓圈 是撞長的 是啊 中層 中層 很多都 看了出來 沒有直線給他們 大家說明眼 大家鬥 怎樣走 大家比我們更厲害 但是你沒有這樣 人家又 撒花紙又不知道 在哪裡 我等一下都會談 一些無障礙設施 究竟澳門是 學技Q法 你如果再浪費錢 都沒用 你做一塊 它下去是圓圈 誰知道 過了馬路 是有圓圈 沒有直線 已經 好 多謝你朱先生的意見 多謝我們 一會兒找現場嘉賓回應一下 你的問題 究竟澳門的盜蟒線 他們認為 是否會用 另外我們還有線上 有歐陽先生 歐陽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 是請說 關於智障問題 哪個家庭都不想有這些悲劇發生 但是來說 智障家庭的事實在是很慘的 你試想一下 一個家庭 四個人之間 有一對子女 有一個是智障的 你意思是智障 智障就是殘疾 這樣他的家庭就有很沉重的壓力了 但是我們的市民 基本上 針不上肉 是知道的 問題上 政府有沒有照顧他們呢 說真一句 是有的 回歸以來 政府都一直有照顧一些殘疾人士的 他們有 譬如有智障那些協會 龍崖協會 有些殘疾協會 他們是有的 政府有投放資源下去的 不過來說 政府投放的資源 足度是不夠加大力度去投放資源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照顧那些智障 那些專業人士 又要高學歷 又要心底善良 又要年輕貌美 但是那些人工 年輕貌美應該不是 是 是很欣賞的 他們的工資 只不過和一個賭場的莊惑 都是只有他們一半的工資 他們大概都是一萬元左右一個月 但是他們的學歷是很高的 是很有開心的 是 那些專業人士 那你政府沒有資源投放下去 他們的人員的流動量很大 真的流動量很大 你才是應該加大資助 加大 加大 資助的資金下去 給他們的人手穩定 有一個好的環境 固定專業人士去照顧他們 好了 那些家庭 那些記帳人士去那些協會那裡 放下他們在那裡 那些媽媽 爹地放官 可以接他們走 是很久以來 政府就很久以後 這樣做才對 但是政府一向來都有照顧他們 只不過他們的力度 他們的力度 他們的資源是遠遠不足 所以來講 希望的政府是儲光他們 讓他們見到一個儲光 不要見到陽光 見到少少儲光 覺得少有希望 融合的社會裏面 指引他們 帶領他們 讓他們有個歡笑的調動 他們日後就笑不出聲 這種家庭 晚上就偷偷在那裡哭 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 因為我對面有兩個這樣的家庭 一個是盲的 經常在電梯裡夾到 他喵喵聲 因為電梯用竹仔發發一下 走得半路 跟電梯一山一夾著他 他就喵了 我經過幾次 有一個是智障的 所以我看見一些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問一問歐陽先生 你們家的升降機裡面 有沒有一些特字 或者是摸不摸到 不同的男生 它是摸到 它是發發一下 我明白 你講過那個開門 是 你講過開門 我看見那些人 真的見自己傷心 不是說假 見自己流淚問自己 都傷心的 所以我很了解他們的心情 哪個家庭都不想 不想發生這麼不幸的事 但是在其他國家 或者先進地區 他們很專業地照顧那些殘疾人士 或者我們待會都給現場嘉賓 因為現場我們的嘉賓 是在美國留了十幾年的時間 其實在西方社會 對於視障人士的幫助 其實是可能對於我們 和我們平時想的 是有少少的差別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今天談的是 如何幫助視障人士 融入社會的話題 我們也很歡迎 時事評論員 蘇文欣蘇教授 剛剛趕到來 很感謝你這麼趕時間 都來到 和我們現場嘉賓交流意見 在天氣之前 有嘉賓 有現場的觀眾打電話進來 談到究竟澳門的杜曼線設置 是否非常不適合 因為有些可能會引導視障人士 去埋場 又或者穿過巴士站 想問一下張先生 其實你視障人士 究竟是怎樣看澳門的杜曼線設置 現在談到杜曼線 有些人稱為杜曼線 有些人稱為引路徑 這件事 其實是不合規格的 澳門來說 尤其是九場圈圈 有一條的 整個九場 連峰泳池 筷子機對面 日園九場都有一個圈 有一條杜曼線 那一條是踩下去也不多角 另外對面台山街市又有的 但那個標準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乎現在新的那些 在王朝區這裏 譬如財神酒店 對面那些 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其實第一 即不是一個統一的設計 第一沒有統一 第二它裝的時候 是很奇怪的 會引到看不到東西的人 視力有問題的人 撞到巴士站裡 撞到垃圾桶裡 也都大概是早年多之前 高士德那裏是整路的 它有個大牌 如果你跟著那條杜曼線走 就撞到胸口 撞到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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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是很奇特的 但其實呢 另外一些東西 就是說 有一顆一顆圓的 黃色的 在一些馬路邊 那裏 跟著那路邊 那些其實就不是一個統一線 是叫警告磚 是給一些看不到東西的人 或者視力低的人 告訴你 喂 踩上去 這裏危險了 是 就讓你知道 前面你要小心了 留心了 這叫警告磚 另外還有一件事 其實不是一個統一線 我們下那些級 譬如下天橋 那些樓級 不知道你能否看到 那個吸嘴 有一條黃色的邊 很多時候都會有的 但是那些呢 澳門是很奇怪的 做些就不做些 有時候 我自己我親身試過 我就 在大概是 碼頭那條天橋 那我就不 就是這樣 吸嘴都有一條邊 吸嘴都有一條黃色邊 很大安寺耳 然後一路走 就很依賴了 吸嘴的邊 就沒有留心去看 沒有用腳來探一探 到最後那一級 原來他沒有那條邊 那就插錯腳了 是 跌倒了 如果他要是就不要做 如果他要是不做 我們有警覺性 就會慢慢下 但是如果要是做 他就做到足 澳門就是這樣 做些不做些 有些事情做的 做到那條引路徑 就把垃圾桶的巴士站 現在 台山街市對面 即是二區後面的停車場 有一個巴士站 那條道盲線 如果你一個看不到 有人跟著他走 會怎樣呢 會撞到等巴士的人 因為他剛剛在 穿過一下 是 等巴士的人 雙腳踩著 剛剛把椅子坐著 雙腳踩著 踩到人 就會創造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跟一些等巴士的人 明白 或者稍後再跟我們談談 美國的情況有一點點 我們先想問蘇教授 其實你認為現在在澳門 譬如政府也好 或者社工也好 其他方面也好 對於視障人士的 有常生活的幫助 或者心理上的支援 你覺得現在我們 去到哪個位置 足不足夠 整體上 其實我們看回整個社會福利 在以前說 根本對於整體的殘障人士 在這方面的關注很少 其實近來是多了一些 在社區多了很多聲音 那些多一些聲音 只不過就是 我們很多不同程度的殘障 智障 或者視障 聽障 這些的朋友 開始是說一些聲音出來 那令到政府 就多了一些關注 但是 這個是一個 現在還是維持一個 關注的那個層面 就是說 真的很多服務下去 其實看回 我們沒有怎麼增加過 在過往來講 大家都知道 原本有這幾間的機構 無論是視障的 或者是聽障的 或者是殘障的 這都是這幾間機構 有一些資源增加了 但我已經說的是 回歸十年了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一直都是沒有說 究竟那些朋友的程度是怎樣 那個殘障的程度是怎樣 最近才是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才有一個殘瓶出現了 但是這個殘瓶 這次出現了 這次有很多很多聲音 因為裡面是委員 不是去真的做了很多殘瓶的工作 這方面都有意見 一會兒就補充 所以 現在講到去年的年尾 已經開始提出了 要有一個評估的效果等等之類 其實就是說 上次做好過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之前有很多的討論 他說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答法 來講這個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提供服務 給這方面的朋友 真是極枝極枝不夠 這是很簡單的 再轉一步 就是說 有多少的社工等等在做 其實都不是太多 剛才也有位朋友提到 可能對於這些照顧殘障人士 或者支援殘障人士的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的待遇似乎不是太好 所以令到漏洞比較大 或者想問若熙 其實你本身在讀書 你現在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在學業上或者在學習上 我覺得 我目前可能的附據 的確是 本身是很足夠 但是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實質上是做不到 就是好像是 預備一個課文 好像是英文的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是有些掃描 是專門可以掃描英文 很快就能夠發出 還有我自己是可以自己去動手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就是它那個 信課度可以去到九十多 但是我覺得反而中文是很困難 我現在的中文書 都完全都要靠找人幫忙去打 或者找人幫忙去讀 甚至是學校 即我回到學校的筆記 那些東西都要找同學讀 或者是要找老師幫忙 那這方面其實你們有沒有向政府 反映過你們的難處 我其實 我是有跟特教反映過 但是他們就說 是的 盡量跟學幫忙 老師幫忙 但我爸爸說 我不希望我女兒 成為人家的婦女 但是跟著特教有一個說 我需要為你們幾個學生 專門開一間密碼學校 這樣說話 直接是這樣跟你們說 是的 有些意外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 在線有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是 請說林小姐 是的 我聽到智障協議會說 我自己感覺到澳門政府對我們那些市場人士 艱深得不夠 哪方面呢 哪方面呢 那些路 同時那些集蟹那些公共地方 都好像沒有我們睡 對那個熊市呢 我們那個智障協議會說 有沒有外子 我們想學一些東西 那你去哪裡學 難道是在別人家嗎 是不是 有沒有外子 同時我們出街又麻煩 你搭車又搭不了 那你又沒有車 如果會員有車來接 我們還沒學東西 這樣就很久 是 我希望政府大力支持一下 我們那個盲人和勤職協議會 好 給我們多些知言 好 讓我們學多些東西 我們想去學一下電腦 那些發聲電腦 我們想去學 都不知道去哪裡學 你上來我家教嗎 好 林小姐 我們先跟你談到這裡 好嗎 我們之後還有位張小姐 張小姐你好 好 張小姐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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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我有個小朋友 是 我有個小朋友 他兩年前就開始看不到東西了 是 因為他正在讀書 現在讀到學 兩年前就停了學 因為開始看到的東西是很模糊的 所以現在就在家裡就沒有書讀了 那現在我就聽 剛才那個年紀 我看到張生他們的會 我也想帶我小朋友去他們的會 看看他們怎樣學習 怎樣讀書 是 是 所以我想知道張生他們的會志在哪裡 想知道 那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張小姐 沒有沒有 因為我上來小朋友去看看他們的轉型指 用電腦 你介不介意張小姐 問一問你小朋友 是讀到幾年級的 現在 剛剛上學畢業 升中一 明白明白 好 或者我們給張生回應你的問題 好嗎 多謝你的電話 張生 張小姐有興趣 知道我們的會志 是的 其實有一點無奈 真的無奈 我們的會成立了超過一年 我們也嘗試過問政府申請的地方 想成立一個教育資源中心 但是政府的答覆就是他們沒有地方 就是這樣 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的會志就是我家裡 另外我們會做一些心理輔導的時候 就會去那些視像人士的家 或者約出去圖書館 因為其實如果在公園 或者餐廳是不方便的 因為尤其是我們做心理輔導的時候 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在大庭廣眾講的 就是要關門坐下 有一個信任的地方 才可以講到的 但是我們很抱歉 真的很遺憾 現在就沒有 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給一個地方 我們開始一個教育服務中心 我們不只是教電腦 我們希望 我們是應該要教到一個視像人士 能夠獨立生活 例如他怎樣可以煮熟 例如他怎樣可以執床 或者剛才有位觀眾說入電腦的時候 是 例如他怎樣可以在街上走 例如他怎樣坐電腦 例如他怎樣在家裡自己搞定 不是家人的負累 剛才那位觀眾說得很對 如果在中國人的角度來說 家裡有一個殘疾人士 一個傷殘人士 身體有缺陷的人 可能在家裡有很大的可悲 負擔 或者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要把這件事 轉成為一件事 沒有事 一個大家一樣的人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如果我不是家裡的負擔 就等於沒有事 如果我看不到 但是我一樣可以讀書 煮飯 執房 洗廁所 跟我的兄弟姊妹 看到的兄弟姊妹 或者沒有殘障的兄弟姊妹 有甚麼分別呢 其實就等於沒有分別 所以其實那個關鍵是 有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因為我們在說很多人 對殘疾人士 其實有一個誤解 就以為他們只能做一些很低技術的工作 例如按摩 例如接線生等等 但是其實只要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他們其實跟我們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譬如好像英國一樣 我們前內政大臣 有一個叫David Blunkett 他自己本身都是視障人士 但是他都做到內政大臣 為甚麼呢 他就出生貧困家庭 但是就自己讀野校 考取到讀大學的資格 因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其實是 我做個譬如 在三藩市 上兩任的市長 是一個視障人士 是一個黑人 是一個視障人士 他叫Willie Brown 是一個視障人士 他連任了 證明視障人士 連市長都可以做到 在美國 三藩市 是美國一個很大的城市 是一個視障人士 做市長 他是一個律師 也是一個視障人士 做了市長 做了兩任 所以很明顯 例如我們鄰近的地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莊陳佑這個人 他在香港 他做過政務官 是 他是一個完全看不到的人 亦都香港有一個視障人士 教英文 亦都有 我們去年請過他們來澳門 開過一些積極人生的講座 一些我們叫做人做己 但是他們本身是否在香港接受教育 他們是香港接受教育 我們待會會談談香港教育 對 我們稍後回來再談談 想問問蘇教授 其實現在在澳門視障人士 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大不大 譬如好像有約希 現在是連讀中學很多書本 都是要靠同學幫忙讀出來 我們是不是都落後很多 其實是 在高等教育裏面 當然一定不會說有 有其事 但問題再 我們要看看 他如何考到那個入學士 在這裏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這個關卡正正就是 將他們在某程度推出去 再進一步 剛才已經提及 我們用很多中文的資料 中文的資料 在用電腦不太容易掃描 他馬上就會變回文字出來 要找同學 要幫我讀給他 有或者 各位朋友 他能夠用這個特字的方法去讀書 當然有以外人讀的 有以外人再變成特字 這一大堆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澳門裏面 我們的學校 考就是沒有這種其事 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設備 其實我們知道是沒有的 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 如果有人考進去的時候 學校一定會做這個設備 但我剛才最重要的問題 他怎麼考這個入學士 這個入學士 不是為和他們有任何的關係 可以簡單來說 不是為他們而設 是為所有人 當你所有人的時候 我們這班朋友 無論他是視障的 或者他是聽障的 等等之類 他根本就不是同一個起步點 他的起步點是落了人很多的 所以他怎麼考這個入學士 他話說 我們表面看來沒有歧視 其實我們是完全歧視著的 因為大家在不同起步點 已經是歧視著的 那這個責任是在哪裏 政府 政府 一定都是在政府 當然有人說 社會都有責任 我同意 但政府不推這個 政府不在這方面 做個服務加強的時候 你叫那個社會 怎樣可以說 我們很有興趣 我們現在講了很多聲音 政府都未肯去做這件事 為什麼 政府對於這方面 是不是真的這麼關心 我們看到不是 政府對於這個關心是很有限的 當然他告訴你 他有很多的優先 但是永遠我們這班朋友 就不是優先來的 為什麼 或者給張先生說 剛才還沒說完 為什麼香港可以呢 香港那套跟我們有什麼不同 我就覺得問題就是 第一個機會 給一個市長人士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不可以全怪哪一方面 因為澳門來說 今天不是 我們會出來說話 以前 會爭取 會出來說給別人聽我們的需要 這個是今天的 我們以前 在說十年前 五年前 二十年前 我們澳門的視像人士 有沒有一個條理 去說給別人聽我們的需要 我們有沒有去說這件事 因為我想他們是面對外在環境 不知道自己可以這樣選擇 不知道怎樣選擇 第一 第二 他也不知道 我們原來可以這樣 原來可以讀書 原來可以出街 原來不只是坐在那裡收救制 原來不只是坐在高人球場門口吃 還有些事情可以想 我們可以接受教育 但是他們就不會想 因為他們會想一樣的就是 算了 有兩餐 有傘頭 算了 就會想 我看不到 很慘了 有得吃就算了 有些父母就是會 老實說 當年我父母 我自己切身感受 我父母都是這樣的 你不要搞那麼多 我家是中產的 澳門長大 我父母都是這句 我有錢 開一間店鋪給你 賣雜貨 有兩餐就算了 或者養得你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中國人的心態是這樣的 但是 我覺得 當一個人 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讓那個人知道的時候 你才會 那個人會爭取接受教育 因為接受教育 才可以 improve 到我們的 life quality 還有增加就業的機會 是的 還有人的思想 想法會不同 如果一個人沒有接受教育 他看東西 分析的東西 可能 我不記得 沒有讀過書 有讀過書的人 或者接受過教育的人 分析能力 可能是會有不同的 歡迎繼續收看 《連花衛視》 現場直播的活動節目 澳門開港 我們今晚談的是 怎樣 輔助市場人士 融入社會 在廣告之前 談到 其實香港似乎 協助市場人士 接受高等教育方面 比較有經驗 想問張先生 譬如若熙現在 在澳門面對的情況 就是中文書 要找朋友幫他讀 香港是否同一個情況 香港的情況 有些少不同 因為香港的市場人士 有一個叫做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他們的會員 就會將他們的書 給了一個會 那會就幫他們掃描了 掃描就是 找一個看到東西的人 掃描一些字 再電郵給市場人士 來讀 而我們的會員 都很想做這件事 幫一些有需要的市場人士 但是外於資源問題 我說不好聽 我們地方都沒有 怎樣做這些事情 甚至乎我們想開一個視像的圖書館 亦都跟香港萬人輔導會 談妥了 想開一個視像的圖書館 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做 很好 都是資金的問題 資金的地方 其實希望政府能夠支持我們的服務 因為我們的服務 跟一般的澳門現有的視像服務 有些不同 你們是著重教育 希望將來能夠令他們自立 教育和希望視像人士 融入社會 我們希望視像人士 不是社會的負擔 亦都是社會有貢獻的一群 這件事很重要 好 我們現在先接聽家庭觀眾 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請說 李小姐是 你好 我想問問 譬如看不清楚 那些男人上巴士 他們上了 是否可以讓他們在司機後面 如果不是怎樣下車 我想知道 作為男人 視像人士 你們出行坐巴士的情況是怎樣 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我想 我會覺得 按照現在巴士的交通問題 設計來說 我覺得視像人士會比較難出行 上下巴士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你擔心視像人士的出行問題 或者若熙跟我們說一下 好嗎 多謝你李小姐是怎樣 我覺得視像人士 其實出行都比較困難 你現在有沒有坐巴士呢 因為我現在沒有試過自己一個人坐巴士 但是我也知道會發生 或者會遇到一些問題 上巴士本身第一則很趕 還有二內 還有你會不會不知道 其實巴士停在哪個位置 譬如我們不是像香港 其實真的會 我不知道怎樣 巴士真的有報站系統 報得很清楚 但有些在巴士簡直沒有 明白 好 我們現在再接聽另一位家庭觀眾 還有黃小姐在線 黃小姐你好 是的 你好 請說 我試過一次坐巴士 我看到有個視像人士 他眼睛不太好 他想在司機的前面下車 但是司機對他不太好態度 但司機知不知道他是視像人士 知道的 知道的 司機就是很不客氣的樣子 你跟我說後面下車 我覺得其實在這方面 對視像人士是一個很大的 當時車上沒有其他人乘客 是跟司機理論的 是有的 有的 但是最終他都要在車尾下車 司機也是沒有輕容地給他在司機前面下車 都是要去後面下車 因為本來我看到這個視像人士 他全程是傷勿生命的 明白 你希望澳門的巴士司機 或者交通部門 是的 當看到視像人士的時候 是否可以有一點通容呢 嗯 有些人性化的處理 是嗎 是的 黃小姐還有其他意見嗎 還有 就是 我有一次在名愛的活動裡 看到視像人士權益他們參加的次線活動 我當時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原來視像人士權益他們都這麼積極去參加社會活動 回來我跟一些有視像的朋友聊過 他們都很想加入這個會 去參加 希望能夠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是 但是不知道他們的聯絡電話和會址是在哪裡 是 或者我們一會找張先生回答你的問題 是嗎 那聯絡電話應該可以給到 一會兒再跟你談到 因為今天電話很多 還有歐先生在線 歐先生你好 是 歐先生請說 歐先生到你了 請說 是不是關於視像人士的問題 是 現在可以說 是可以說的 我想這個社會對於視像人士 有一點關懷 尤其是 就是 最好想著 現在這個視像人士權益 協進會 就說 準備開一個班 是教一些視像人士 可以自己 照顧自己的 例如 教他拿著視像棍 嗯 又還有 就是 就是 學習主日常的生活 那些 生活治理 是 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是做了 三十幾年的視像工作 是 我希望 不要說只有講字 政府有時候答應了 它未必真的可以做得到 就是 你希望政府怎樣可以幫到 可以 就是 或者支援一下他們 或者 撥一些場地 給他們做訓練 很好 就是 那些電腦 還有家務 是 去年 就試過請過 廣州的陳揚 開一場 廣作會 我也有去聽過 它是很好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節目快要結束 麻煩你可否簡短一點 我都要給時間 演唱嘉賓回應 是 是 比較實用一點的 就是 希望 這個會在開一些實用課程的時下 能夠有場地 能夠有資金 多謝你 歐先生的電話 我們先給蘇教授說 你是否對於香港 對於視像人士的協助 是有些補充的 剛才都說了 因為 都知道 不同的中心 他們是有 是通過很多的義工 是幫他們 將一些書籍等等 是將它變成 就是scan 了 或者是 變成一個特殖 使得他們自己有一個圖書館 其實我想再帶出 一個更重要的門來講 我們現在 除了說要有教育之外 我們那個服務裡面 根本就沒有幫到有視像 因為最低限度 我們不同的中心 或者政府提供的服務裡面 我們很希望是幫到他們 最低限度的就是生活治理 因為他一定要能夠有生活治理 他才可以在社區做其他任何事情 我們不可以將他 永遠都依靠著他的父母 又或者他的兄弟姊妹 這是第一個 這個不應該 亦都將我們的這些朋友 永遠都是依靠 這個完全不是我們社會福利 應該要走的路線 我們是要將他們 幫到他們 使得他們可以真的獨立出來 現在問題是 我們連這些都沒有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在這邊 真真正要考慮 開始要在這方面提供一些資源 是開始在生活治理裡面 是第一步的 答出來 或者跟張先生談 剛才說的生活治理 其實除了我們有課程之外 還需要一些儀器協助 我今天看到你帶了一個 巴士報站器 現在這個儀器在廣州 都已經在使用 或者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引導人系統 是給一些視障人士 現在來說可以坐巴士用 甚至乎可以在一些不同的場合 例如一些運動場 機場 廣州白雲機場都有的 我們就很積極推動澳門政府 能夠採用這一套系統 在澳門的一些 例如 暫時來說 公共交通工具 我們去年已經推動得很厲害 開過記者的招待會 我們就買了這套系統回來 就是可以做給交通事務局看 交通事務局就有個承諾 他就在農曆年之後 不久將來 他說不久將來 兩個月 就會在四號車上裝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有什麼用呢 即是這個裝是巴士 這個就是室內的 其實裝在巴士是裝在巴士裡面的 就不是那麼漂亮的 只是一個喇叭 裡面有一些儀器 一個視像的人就拿著這個 叫做手持器 一個remote 那就可以 當我按 或者試一試 當我按的時候 他就會說話 這個話會說話 即是巴士到站的時候 你聽到 我的手會震 我知道我的巴士會來 第一 第二就是 他會說到給我聽 聽一聽 基本上 如果看不到東西的人 走到巴士站 我不會知道 有些什麼巴士 可以了得 是的 有些什麼巴士來的 但這一個手持器 一個remote 就要告訴我 有些什麼巴士來 那就會方便很多 還有 當我按的時候 那個喇叭 裝在巴士裡 巴士會響 會告訴我 四號車 我就會知道 聽著那種聲音 就會上 四號車 會知道那四號車在哪裡 它將車門在左近 那種聲音 就會引到我 車門 另外 會知道在哪個位置上車 是的 剛才也有一位觀眾說 上了車之後 在前面下車行不行嗎 我們都很希望 交通事務局 能夠跟巴士公司方面溝通 給司機 其實我覺得這個安排是必然的 應該要這樣做 司機知識度 有視像人士上車的話 讓視像人士在前面下車 你想想 如果巴士很擠迫很多人的時候 一個看不到一個人 如何摸摸摸摸摸到後門下車呢 但是如果一個視像人士 沒有可能有信心可以下車 他如何夠膽上車呢 這就是我即時發現 好 或者現在還有少許的時間 若熙有沒有任何東西想補充 或者呼籲社會也好 政府也好怎樣幫助你們 我也是就像剛剛阿伯所說 乘巴士那件事 我覺得視像人士上巴士 其實是很有困難 因為如果不讓他站在巴士前方 如果站在中間或者後方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因為要盲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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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下車 其實第一 是很大的困難 而且巴士很擠迫 本身很困難 巴士很快 如果你打開了手像去談 周圍去摟的話 摟到別人的腳 別人說不說你好呢 還有一件事 你的手周圍去摸的時候 會不會摸到別人 別人會覺得會是非禮 不好意思 可能一下子不清楚 一下子不清楚 還有事實上我覺得 如果是有些配套去了 根本視聚人士不需要那麼尷尬 被人感覺是有這種行為 我覺得會被人感覺是不太好 周圍摸或者周圍亂摸 好 最後蘇教授 簡單30秒時間左右 應該怎樣去加強公眾教育 剛才你已經提到 在政府這邊 我是很強調 在這方面一定要放資源 投放資源裡面 從最基本做到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沒有 怎樣幫到我這班朋友 他的生活治理 因為我們很強調 他能夠獨立生活 才可以在社區生活 他不獨立的話 永遠都是依靠 不能幫到 所以社區裡面 就是這方面 正正在教育裡面 我們多些 將歧視這個概念減低 最後張三光才會 觀眾想知道你們的會址 你們還未有會址 電話可不可以說 電話是28554735 28554735 謝謝各位